记者陈慧玲台北报道,黄洪生之前又拍到和妞妞一起出去吃饭,传了三年的恋情虽没有正面承认,但好矫情似乎又升温。 今天黄洪生到台中为保养品担任一日店长,第一次帮女粉丝卸唇妆,抚着女孩的脸贴心卸妆,让粉丝非常兴奋。 其实妞妞别担心,因为这位女粉丝才高二,黄洪生是第一位帮她卸妆的男生,她没交过男朋友,笑说喜欢黄洪生没有理由。 今天是黄洪生第一次出席私密处保养活动,谈到她平常就很重视保养和清洁,自己非常爱干净,听到产品私密杰肤露白玉烂味道可以改善肤色暗沉,她非常有兴趣。 笑说因为觉得自己太黑。 黄洪生说,如果有另一半,最推荐使用该产品的私密杰肤露曼月梅味道,因为喜欢甜甜的味道,而她自己最喜欢金盏花洗发露,因为可以强健碳滋润发根。 对于妞妞和黄洪生究竟是何关系? 经纪人说,就是好朋友啊。 黄洪生出席保养品活动当一日店长,操本纪要提供。 黄洪生出席保养品活动,操本纪要提供。 黄洪生又贴心帮女粉丝卸纯妆。 操本纪要提供。